感谢观看 我也只是拿身边的一些案例 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每天日常这些经历 而每天呢 都会有很多新能源品牌的汽车 出现不同的这些情况 要么呢自然 要么呢就把司机撂路上 要么呢是没有刹车 再要么呢就是完全失控 导致一些交通事故 而在汽车电气化 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鼻祖 是怎么玩转这个市场吧 在国内汽车市场内卷的常态化下呢 广汽丰田依旧不忘初心 不断创新 加快电气化智能化的步伐 在纯电SUV细分化领域这个市场里呢 20万的价格区间 一直是厮杀的最为激烈的战场 而作为消费者来说呢 大厂品牌 产品过硬 续航可靠 安全稳定 这个呢一直是我们的一个硬性需求 来看过身后这台吧 应该呢就是你们想要的了 据我所知 它叫广汽丰田博智4X 在20万以下纯电SUV里呢 如果我们说到博智4X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拿它去跟大众的ID4去PK 毕竟呢 有着相似的价格 又都是合资品牌 所以它们之间的竞争呢 是在所难免的 首先呢 我们先说它的尺寸 通过这个画面呢 你们已经一目了然了 所以在外观方面 谁胜谁负 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车大的好处呢 一是能装 再一个呢 就是能乘坐的非常舒服 这一点 我们中国消费者深谙其理 那我现在来到了博智4X的车内呢 它的这种设计感呢 让我感觉很暖心很贴心 它不像现在那些 一味的追求 把所有家电都塞到一台车里 其实反而我倒觉得那种科技感呢 有点累赘 毕竟在操作逻辑上 有点反人类 你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去适应这台车 因为这车这东西啊 是服务于我们人类的 而不是说让我们人类去适应这台车 而这台博智4X呢 其实我觉得更尊重当今的这个 中国驾驶员的操作逻辑和操作习惯 真正实现了呢 既开既用 你根本不需要时间去适应它 那就在现在这个触屏横行的年代啊 屏幕真的是越来越大 而很多厂商呢 已经把所有的功能都整合到了这个屏幕上 当然ID4其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但你有没有想过在寒冬腊月里啊 你的大屏死机了 然后你的空调和你的座椅加热不能启动 是不是特别贼啊 上手快简单方便又可靠 我觉得是博智4X这台车的一个特性 相对于外观和内饰呢 其实我们都一目了然 也不需要我用过多的词语去赘述它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奔主题 那好 不吹不黑呢 我现在把这台车开起来了 用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呢 跟大家分享博智4S的这种驾驶感受 开起来之后呢 第一感受这台车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因为毕竟它有着88年那种造车历史的这种背书 这台车采用的是前边呢 是麦克逊式独立悬架 后边呢是双叉臂式独立悬架 如果你是懂车的人啊 这套组合真的是一套非常非常有特点的配置 在保证足够舒适的前提下呢 它还能给你带来一些稍许的这种驾驶的运动 这掏控性 在不同路况下呢 它能非常有效的过滤到来自每一个轮胎的这种路面的颠簸感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竞争对手艾迪四啊 虽然前面同样采用的是这种麦克逊式独立悬架 而后面的艾迪四则用的是五连杆的这种独立悬架 还有它后轮的那套古沙系统 我相信它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但是我请你不要出发了 好吧 这些呢其实都不是重点 你有没有想过在冬天雪地里开这一台后驱车 这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但我相信你一定不希望上班会迟到吧 那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设计师埋下的伏笔 在博智4X上这个名字上呢就体现出了它的智慧 在自驾赛道上呢 博智4X呢拥有着更加聪明的T-Pilot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你就譬如说PCS DRCC LDA LTA等等 这些听起来非常专业 但是又特别陌生的名字 其实通俗点说啊 就是通过全车的影像系统和雷达系统 帮你监测路况啊路标周围的物体 以及行人和车辆 再让你这个驾驶中呢 始终处于特别特别安全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在自驾这个赛道上 不管是传统车企还是造车新势力 其实他们都会埋下一些小小的伏笔 在你购买完车辆之后呢 他们就会告诉你 要付费继续开通更高阶的这种驾驶辅助功能 当你支付完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要么呢 就是滑而不实的这些功能 要么呢就是水土补福 再要么最气人的就是给你来一个 稍后即将开启 那么恭喜你成功的入坑了 那我们反观博智4X这套 没有任何消费陷阱的T-Pilo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 功能呢相对齐全 稳定且安全 就显得呢特别实在很友好 并且呢很贴心 尽管呢它不能称得上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跟那些激进的做法比起来呢 略显保守了一些 但是在我看来 原本设计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初心 它就应该是这样 因为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嘛 那不管是什么品牌的新能源车啊 相信消费者关心的一定是电池充电时间 还有续航里程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似乎已经成了当今消费者的标配的这个疑惑了啊 博智4S呢采用的是三元锂电池 锂电池的储电量是66.7千瓦士 CRTC的续航里程四驱版本是560公里 而它的两驱版本则高达615公里 今天我们拿到这台试驾车呢 其实是615公里的两驱版本 在中气炎5度的低温环境下啊 直流充电快充 从30%到80% 仅用30分钟 另外 博智4S在电池安全方面 其实从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得很全面了 采用两纵八横的结构 这种设计的好处简单点说 就是有效的抵御撞击力 尽量减少一系列因电池碰撞挤压 导致短路引发的事故 为电池提供更好的保护 那除了这些之外啊 很多消费者买新端年汽车之后呢 都喜欢自己在车的底部 加装一些电池的底护板 但是啊 其实第三方的配件 更容易出现一些关于散热的问题 以及自己还要为之付出一笔额外的费用 但是博智4X的电池下方 出厂就给你配备了3.2毫米的厚的铝制底板 这个厚度呢 能隔离路面的碎石 对电池包的直接冲击 包括呢 一些轻微的刮蹭 有效的提升了电池组的安全性 那这次呢 我们也会针对这几点 去给大家来一场真正的实测 看看博智4X的表现情况 我现在把我的小机里程清零 然后再看一下我的续航里程是多少 这样的话我就能得出一个真正的续航达标率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立刻出发 接下来呢 我将用一段100多公里的实际里程 其中70%呢 是高速公路 其实30%呢 是一个城市的综合路况 然后去真实的去测一下 这个博智4X的续航达标率 平均车速大概是一个90到100之间 也就是说一个正常高速驾驶值 这么一个速度 然后我空调呢 也调到了一个26度 这么一个恒温的状态 然后其他功能呢 基本上现在也都是一个正常开放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100多公里的实际实测 应该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 刚才呢 我们从天亮呢 一直开到了天黑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驾驶里程是147.8公里 我们出发的时候呢 这个车的续航里程还剩386 到现在为止呢 还剩下236 也就是说 车上的数据差是在150公里 但实际我们驾驶是147.8公里 用147.8出150公里 然后得出这个数据是0.985 也就是说 它的续航里程达标率 接近于99% 98.5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车辆调制的状态 也是一直保持在26度 一个恒温的状态 然后包括座椅加热 其实我们一直也在开 所以通过这个数据 98.5%的达标率 我对博智Size这台车的 续航里程的标注的情况 还是非常满意的 另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博智4X的充电时长 经过我们的实测 在6度气温环境下 车辆剩余电量45% 充到80% 车机显示还剩余40分钟 而厂家给到的数据是 从30%充到80% 需要30分钟 因为是受到气候和电压的影响 所以会有一些浮动 但整体还算比较吻合 相信很多消费者 在购物的时候都会喜欢货币三家 就更别说这么一个大的家庭物件了 而对这台车感兴趣的人 一定在价格方面会更多的对比ID4 而博智4X的起售价是179,800 它的四驱版本也不过才238,800 而令人可喜的是什么呀 它全系都搭载了 我刚才所说到的 T-Pilot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这一点呢 广汽风田毫无保留的都给到了消费者 它的入门版本呢 已经达到了615公里的续航 就在17万这个价格区间里啊 你还真再也找不到 第二个比它续航再长的车了 另外为了给消费者 更大的优惠力度和权益 无论你是什么品牌的车 置换博智4X呢 都会享有1万元的置换补贴 以及5000元抵扣1万元等相关优惠政策 所以在官方补贴后呢 其实博智4X的价格 已经来到了16万元级别 这波羊毛你耗吗 反观它的竞品 大众ID4 Cross 起售价193,900 顶配虽然也是四驱版本 但售价呢 则高达293,900 虽然都是L2级智能辅助驾驶 但ID4 Cross内有玄机 25万元以下的版本 你就别想什么并线辅助 车道居中保持 倒车车侧预警 以及自动驳车了 这些啊 全都没有 面对如此复杂的选择清单呢 博智4X做到了全系标配 真正的让消费者做到了提车机用 那这么一对比呢 博智4X是不是更省 更贴心 更好用呢 它就像是一盘菜 也许只有吃过的人 才真正的知道 什么是好吃的味道 因为不是大众ID4 我们买不起 而是广汽丰田博智4X 更具性价比 是广汽丰田博智4X 是广汽丰田博智4X